好像说到我们今天说的案件的类别 这个论常的惨案 会不会有一个传染呢? 我记得我们曾经在东头说过两宗案 都是论常惨案 都是指而指杀父母 时间相差十年 而且手法有点类同 外国有些案也是类同的手法 其实会不会有一些抄招 或者看到人家这样可以杀父母 可能自己想起 我都这样去搞定眼中钉了 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父母眼中钉 我想这么巧而已 杀人啊 我就是很难说 真的很奇怪 跟他的人生我想很有关系 如果生活正常 跟人接触是正常 基本上都不会发生这些 是吧 他本身的身世和接触的环境 会影响到多一点 你觉得他们可能成长的背景 或者家里人怎样教他 迪sir 你自己 还会做过公公 你在教育小朋友方面 应该很有心得 心得不说得 我们自己回心想想我们做孩子的时候 我们的父辈是什么人呢 低下层的 劳动力多的 以及一些没有文化的 好像我妈那样 字都不懂 我爸爸也是比较暴躁的 有个通病的特色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敢确实这么说 因为这样说可能会得罪某一类人 是 以你的经验 你在乡下哪里 潮州 潮州 我就拿潮州来做一个例子 潮州人的性格 没错的 素专无力 女人是没有地位的 你同不同意我这么说呢 应该说基本上是 我们讲的是我们父辈的那些 因为他本身体力劳动多 习武的人多 以武力解决的人多 潮州话有一句 继续啪继续 啪事莫生间 打死无双干 一个打一个 打死都无所谓的 他们的文化可能一代全一代都是 因为他经常人少被人欺负 所以潮州人比较团结一点 数专无力 你教孩子 用这个严格的方法 打就是他们的文化 打出来 但有些是打了孝子出来的 有些打出来就不是了 教了他们的新教 小朋友 由小打到大都是对的 他一路打下去 一代打一代 都好到跟朋友相处 如果说得不合数 原来武力可以解决问题 数专无力 所以我说基本上 因为我自己家里不是这样的 父母其实是不理我们 是佛系那种 佛系 就是有你们 恒复那个 我老爸练了 读读中几 我那些轻功都不差 为什么呢 练回来 真是追着来打 左跳右跳来比 狄长你也是潮州人 我是学老人 其实差不多 我们都是半个潮州人 文化都大致相同 我们都是由小 给老爸 给大哥 打大的 我们今天说的悲剧 都是发生在一个潮州家庭 究竟跟这种文化背景 有没有关联呢 或者是一个 比较个别的例子呢 不如我们去追踪一下 这宗案 当年多日发生的情景 为什么这么大声味呢 你能不能闻到啊 是啊 什么 怎么这么多血啊 是啊 西八宝没有道门 打不开的 快点报警啦 当马彩虹和男朋友 回到其他专身村的单位的时候 发现全屋都是血迹 一条清晰的血路 游客厅拖着父母房门外 加上房门完全打不开 心之不妙之下 他们马上报警求助 当房门报开之后 马彩虹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都没办法 接受眼前的恐怖景象 他的父母 头颅开花 被打至不似人形 怀疑是被铁锤击毙 此外 他们全身赤裸 被毛毡盖住 他们已经毫无生存的迹象 也没办法说出 他们遇上什么空险 以至于 晚年死于非命 最近我经常经过奇德砖新村 因为我们来的新办公室 就是在海城路 所以听到这件事 发生在奇德砖新村 都挺感触的 以前我们在有线上班的时候 经常都会经过 奇德砖新村 就是这个防协旗下的物业 就是一些公屋为主 当时这个案发单位 就是在私座 迪sir当年都是在那个环头 可以是这么说 在新加南区域 都是附近 当然我一定知道其德砖 我们都去接割一些案件 是 有没有留意到这件案件 听过一下 都应该有几大单 这家屋其实有 一位父母 加上一个儿子和女儿一起住 这个儿子叫马少潮 还有三女马楚讽 就是刚才案中 揭发了命案的三姐姐 另外其实也有大儿子和二女 他们都成家立室 住在屯门 但是当时马楚讽 回家看到这样的景象 我想第一时间 一定是想是否有责人的屋 都会的 如果加上一些血迹 都是有不祥之少 立刻想是否有责人进屋 打劫 劫杀 这些事情 不过如果这些屋邨 其实都有很好的保障 这样去入屋 这样杀人都不是那么容易 应该都不是那么容易 是的 如果在那个地方有保安 有责责人进屋 都不是一件事 如果大家记得牌头邨 沙田牌头邨 有一年发生了夫妻被劫杀 最初是以为劫杀 应该说 都是死在屋里的一个集物房 但是那些村屋 村屋的机会会大一点 保安就比较低设防一点 是 不过有狗 村屋 可能会有狗 有时有用的 不一定有用 不如由迪sir 说回当时这间屋里的情形是怎样 如果根据现场去看 大家都知道 里面仍然有一些血迹 又没有打斗的凌乱的迹象 都没有 找到整个屋都乱了 里面又没有被人叫那些枪 还有那些门没有被破坏 表面看就不像 表面看就 如果进去这样的情况 劫杀案就比较容易看到出来 而且贼仔通常都是要用刀多的 是啊 因为它不可能用其他武器 要是用它的爆竊工具 和防身的武器多数都是刀 但是案中刚才听到的情形 就是被徐仔打死为主 再看回刚才迪sir说的情况 真的不像有责人入屋的 不如又说说法医验尸的时候 他又怎样说呢 当时发现了两个人 就是这个男女死者 头脑是碎裂和粒陷的 相信被人用一个铁锤 打到头是爆了的 其实都很夸张 男死者被人击打了十二次 女死者还花了三十四次 其实迪sir有没有接触过这些命案 打了这么多下 或者刺了很多刀的呢 我们过往也接触过这些案件 我们也很奇怪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刀呢 用刀可以刷几十下 我们有时候跟法医官聊聊天 插几下都死了 那个人都无力反抗了 当他底下打下去的时候 这个人见到血 会狂起上来 他什么都不想 整个重复的动作 不停地做 是不是个人都是这样的 一见到血就会 有些乱和没有意识的动作 就会重复地做 即是如果那个人开始有杀意 是的 因为他一出手的时候 已经是做一个攻击势了 但是那个效果 令到他见到血就发狂了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有这样的爆发力 不知道自己可以残忍到这样的 可能到他顶起神时 咦?我刺了他百多刀 有些人会告诉他 七十八刀 老朋友 你跟他很大熟 他自己不知道 他回答给他就不知道 他以为自己刺了多少刀 他不知道 他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见到血就狂了 总之就是 打到静止为止 自己无力为止 但事后也不是证实 他有什么精神病 不是 基本上一般人都很少见到那么多血 一打下去的时候 血标出来 那种感觉 已经令到他失常 即是连他杀手自己 都原来很惊讶 可以有这么残酷的 对一个人 这个法医讲到 他们的致死原因 是因为你的脑部受到重创 还有头骨是碎裂的 主要都是用这个铁锤打他 所以他的头骨就碎裂 这个男死者 就已经68岁 女死者就是63岁 他们是一对夫妇 发现女死者身上 有这个防御性的伤口 刚才说过 他34下 男的就是12下 其实这个是不是有点反常 通常是 以牌头铲的那件来说 男的那个伤势是夸张很多 因为男的那个反击会大很多 你怎么看呢 那你就要看他攻击的时候 那一下致命令到他有没有反抗的动作 还有我估计他杀了第一个人 都有一点冷静下来 已经是一段时间给他回回气 但是当见到他母亲的时候 他的攻击力可能没有攻击男死者那么大力 但是因为对方有些抵抗性的伤害 他找收隔 那他觉得他反抗 就更加用力更加发狂 回来了 什么呀 什么呀 老爸都不叫声 你去死吧 我去洗澡 没用 开弹了 喂 你今个月还没给家用 我上个月迟了 没找到工作 找到再没回 什么呀 又没了份工 你个扑街仔没用 诶呀 诶呀 别走啦 我都免得理你们两父子 我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就是你这些老母仲怀他 迟母多拜仪 嘿嘿 我去看电视 看得这么开心 我告诉你 下个月拿不到四千元回来 你不用再踏入这房子一步 刚才不是说了 找到工作还没回来 想怎么办 臭小子 你不死也没用 你快点跳楼死吧 子女之中 你最没用 我当生少过 你干什么呀 扑街女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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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街